极大的获取用户的优势 在几天之后就要上市币安的Nordcoin 它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迅速在Teregron用户当中 获得了极高的流行度 基于Teregron的社交点击类游戏 Nordcoin让玩家可以通过 简单的点击赚取游戏内的货币 这种互动性非常强 易于上手 让原本Web2的这些传统的用户 没有任何技术门槛的情况下 就获得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有一个小小的logo 一个倒立的三角 就像一个钻石一样 今天讲的内容是跟logo有关系 看一下币安的公告中心 数字货币及上新板块当中 在5月9号的时候发布了一条信息 币安新币挖矿上线第54期项目 可以使用BnB FDUSD挖矿 NOTCoin 我们看它的logo和我这件衣服上的logo 蛮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倒过来的 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渊源的 我们今天影片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有一些小伙伴说 你的关于新币挖矿的内容 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因为新币挖矿整个一个过程和方法都是一致的 我每次只是用同样的资金 10万美元的BNB和一部分的FDUSD 进行挖矿 做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 看在一个挖矿周期结束之后 能够获得多少新的币的奖励 但是没有过多的 在新的项目上面做一些分享 其实也是因为每一个币 它领域都不一样 并不一定是我所参与过的 或者了解过的 我仅仅是把我手上的这些BNB和FDUSD 进行挖矿的这样一个过程记录下来 至于哪个币上的是哪个币 我并不是非常的关心 我只是觉得在挖矿周期结束之后 我可以获得多少收益 我会在多数 我会在第一时间把它卖掉 但今天这个项目有点特别 是因为和我的现实世界有一些关联 我之前也用过他们产品 所以我在影片的后半部分 会对Nordcoin 以及它的前世今生 稍微做一些梳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前半部分还是会分享一下 我这下至10万美金的BNB和FDUSD 是如何进行这样新币挖矿活动 以及它的一些风险点 和一些时间节点 我们回到公告 这个Nordcoin是一个 通过点击赚取采矿机制 并将用户引入到web3的一个社区平台 通常币安对新的币 都是一句话的解释 当然有更多的 会是在它的研究报告里面 但是研究报告 也更多的是着重在整的一个经济模型 以及代币分配这块 还是比较简单的 今天我可能会在影片后半部分 分享一些我了解到的信息 币安的用户 可以在2024年的5月13日 东巴区时间的早上8点钟 在launchpool的网站上面 将BNBFDUSD投入到 not挖矿池当中获得not奖励 not共计可以挖矿三天 这个是比较短的一个周期 但是它这次发布公告的时间 提前的比较多 是在5月9号的时候 它真正挖矿开始是在13日 这边整整提前了4天时间 以往通常是在前一天公布 后一天就可以进行挖矿 币安可能是想让这个信息 更多的流程一些 让更多人知道 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 好在挖矿开始之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5月16日的 东巴区晚上的8点钟 将会上市not coin 并且开通not对BTC not对USDT not对BNB not对FDUSD和TRY的交易对 这边跟以往有点不一样 它多了一个这样的提示 因为这和这次新币挖矿的一些特征 是有一些关联的 他说初始的流通盘空投没发放完毕 后期可能有大量的空投流入到 二级市场导致价格的下跌 not coin网络和钱包会影响 用户的领取空投的速度 会进一步导致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 以往的挖矿项目当中 好像没有看到这两条提示 是针对not coin的特殊的情况 做的一个提示 大家要有所注意 它的项目的代币的名称叫not coin 代币的简写是not 代币的最大的供应量 是超过1000亿枚not 初始的流通量 这和以往也有很大不一样 他这次初始的流通量 就是完完全全的代币的最大供应量 也就是100% 它挖矿的总量是占3% 虽然只有3% 但是它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 超过30亿枚not 也就在这三天时间内 全部分发给BNB和FDUSD的持有者 这是它的研究报告 还有智能合约详情 智能合约详情和以往也不一样 这里看到是一个not coin的智能合约 而不同以往的以太坊二层链下面的 这个它是TON网络下面的一个代币 后面我会讲not coin前世今生的时候 会涉及到这些内容 这次BNB矿池 每个小时的个人硬顶 是超过360万 FDUSD矿池 每个小时的个人硬顶 是超过64万 同样这次超过30亿枚的挖矿总量 当中85% 也就是有26亿多的 NOT这个代币是分发在BNB矿池里面 剩下的15% 4.62亿 枚not是在FDUSD矿池里面 那么从这么大的数量量级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能每个小时获得的 单个币总的数量 应该是历史所有的挖矿当中最高的 但是它的单枚not价格 应该也是历史所有挖矿当中最低的 所以最终三天之后 我们的收益并不能单纯看 我们能够挖到多少枚not 币的数量来定 最终还是要看每一枚not 价值多少个BNB 或者多少个USDT 好我们点到LaunchPort的网站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 币安首页上面更多这个菜单 进入Launchpad和新币挖矿 这个页名 那我们会看到 现在距离挖矿开始时间 还有一天零七个小时 这边就列挤出了 BNB矿池的这些参数数据 包括挖矿的时间 个人硬顶 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 BNB挖矿的总量超过26亿 参与人数现在是69,000 总的质押的BNB数量 目前是85万枚BNB 那我们应该还有一天多时间 从这次的投入的数量 目前来说还是没有真正到位 很多人可能会到挖矿开始 甚至开始之后 才真正的投入这些BNB数量 还有FDUSD矿池的个人硬顶 总量等等 参与人数都显示很清楚了 好之前的节目也解释过很多次 BNB它是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加密货币 和所有的比特币以太坊一样 它是随着市场的行情波动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单纯为了挖矿 来持有或者购买BNB 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 因为每一次挖矿 它周期时间很短 但是有可能在三天之后 币价下跌了 那么你挖矿的奖励 完全是对于币价的波动来说 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我为什么要参与 是因为我是BNB的长期持有者 我看好BNB这个平台 所以我本身就持有BNB 在没有挖矿这个时间段 像去年之前 可能比较少的BNB Launch Pro的活动 这个阶段内 我也是持有BNB的 但是没有像这样的额外的福利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额外的福利 另外一个矿子 FDUSD 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稳定币 所谓稳定币 它就波动性 没有像BNB比特币这么大 但是它也有一些小小的 相对于USDT来说 是有一些溢价的 它的溢价的原因 也是很好理解 因为FDUSD 它也是BN的一个矿池的币种 所以每次挖矿 FDUSD能够获得一些新币的奖励 主要是对于人们 有一些是无法承受BNB 币价波动 这类人群 你可以将你的少量的USDT 换成FDUSD 参与到这样一个挖矿的活动当中 但是它对于USDT 也是会有一定的磨损 因为每次有新币挖矿的活动的时候 人们就会增大对FDUSD的需求 又会导致FDUSD 对于USDT是有一定的溢价 但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或者是结束之后 FDUSD它的价格会略低于USDT 如果你踩不好这个时间节点 你的挖到的奖励 甚至还没有你的溢价磨损来得多 这个也是风险点之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账户里面 现在是有0.02个FDUSD 这是非常少的 这是因为我在没有挖矿的时间周期内 我是将FDUSD投入到了活期理财 现在我要做的是 我打开我的钱包的理财账户 将我活期的FDUSD进行赎回 它现在活期里面 是有1.07%的年化收益 这也是比较低的 我本身如果放在现货里面 它是没有任何的收益的 我通常没有用到FDUSD 会把它放到活期里面 那么点击赎回 点击最大 它会赎回到我的现货账户里面 那么点击确认 好我到重新来到FDUSD矿池 这边就会有我的余额了 那么点击存入 点击全部 点击存入 这里数据显示的 41634枚FDUSD 可以记录我的FDUSD矿池的 值压的数量 我们回到BNB货 那BNB过 我每次也需要重复讲一下 它比较特殊 因为BNB的持有者 你只要将你的BNB 存入到了币安理财的收益值 或者定期里面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的存入的动作 虽然它现在显示是0 但是一旦进入挖矿周期 它这边就会自动的 将你所有的这些 活期理财收益池 以及定期的BNB的数量 显示在这里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 它就会将你能够记录 算作值压的BNB的数量 显示在这里 然后我们会在新币挖矿 开始之后的每个小时 这边就会显示 我们的NOT新的代币的奖励 那我这边要重申一下 所谓的新币挖矿奖励 这个质押的行为 我们的资产是不离开交易所的 这个一定要切记 如果你碰到一些假冒的币安的挖矿 它如果让你将BNB 转出到一个去中心化钱包 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 绝对是一个骗子 这点要重申一下 你的资产是不离开交易所账户的 这样任何人没有办法骗走你的资产 另外一个 它的有别于骗局的最大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存入的 或者支押的这些BNB 或者FDSE 随时可以取出的 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只是一旦你取出了之后 你在这一个小时的奖励 就会有所变动 因为它的奖励是每小时记录一次 当然这个有了奖励之后 你可以选点击领取 会记录到奖励里面 但是它这个行为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仪式感 你不做这个行为 在三天挖币结束之后 它也会自动的进到 我们钱包的现货账户里面 同时FDUSD 我们存入的这些FDUSD 也会返回到你的现货账户里面 但如果你想不损失 年花1%点多的FDUSD的收益 你可以手动的将它 在新币挖矿结束之后 存入到币安的FDUSD的 活期理财里面 或者是将它转换成USD 都可以 如果挖矿结束之后 我们的BNB在这边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它原本的BNB 就是在活期收益池 或者是定期理财里面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如果你是从现货里面存入的 它会自动的回到你的现货账户里面 这边补充一下 如果你的BNB不在理财的收益池 账户或者是定期理财里面 你的BNB是在现货账户里面 你还是需要将它手动的存入 到BNB矿池里面 它是不会自动寄的 这边要重申一下 好了 我们在新币挖矿 开始之后的一个小时 或者是我们三天之后 你想了解我总共价值 超过10万美金的BNB和FDUSD 能够挖到多少NOTCoin 并且在5月16日 晚上东八区的8点钟 上市NOTCoin之后 能够价值多少USDT 或者多少BNB 我是在第一时间将它卖出 还是继续持有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最新的插架而过 在这我声明一下 我的内容仅仅是我在 区块链领域的 学习的个人记录 不能作为你任何的投资建议 我只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刚才说这个logo 是这次我在香港区块链 大会上面领到了一些 免费的T恤 它其实是区块链一个项目 叫Tone 看上去和NOTCoin的logo非常像 只是颠倒了一下 它的名字也是和颠倒是有渊源的 Tone是The Open Network 就是TON 它的前身是Telegram Open Network 但它是由Telegram团队 为2018年创建的一个项目 它logo是颠倒了 为什么叫NOT 其中那个原因 也是将Tone倒过来 就是NOT 这有点无厘头 我们刚才在币安的研究报告里面 可以看到Tone 它的智能合约是Tone Tone这个网络上面 那我讲到Tone 又不得不讲一下Telegram Telegram是我日常在用的通讯的软件 大方big方这个频道 在Telegram上面 也有这样一个频道 通过这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订阅 加入到大方的Telegram的内容 发布频道里面 另外我还有一个Telegram的个人号 你可以加入和我进行私讯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Telegram的群组 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 大家可以互相互通有无 自由发言的这样一个平台 目前有5000多位小伙伴已经加入了 我再次声明一下 在Telegram上面 一定要认清我的个人的私信号 是big方方这样一个名称 如果你搜索大方 或者搜索big方的时候 会出现有多个我的头像 一定要认清我的个人的Telegram号 是不加任何后缀的big方方 如果有加任何的后缀 就是一个骗子 我之前也分享过Telegram上面这个骗局 Telegram这个软件是2013年 由尼古拉杜洛夫和保罗杜洛夫 两个兄弟正式发布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 是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 VK的创始者 TelegramMessage LLP 是设立在伦敦的 这样一个独立的公司 开发团队是位于Dubai Telegram本身是坚持言论自由 和保护用户隐私 而吸引了全球超过13亿的注册用户 月度活跃用户的数量 达到了9亿 这是2024年3月份的数据 TonTon这个名称 就是取自于The Open Network 首字母 一个开放的网络 它前身是Telegram Open Network 同样也是Ton前缀 这有点巧合 它为什么要改名 不叫Telegram Open Network 随后放弃了这个项目的直接控制 转由社区的 Ton Foundation基金会来接手持续开发和运营 名义上是与Telegram分离的 Ton和Telegram的联系依然是非常紧密的 不仅获得了Telegram官方的名牌的支持 与Telegram软件的深度集成 继续利用Telegram庞大的用户基础和流量入口 我们知道之前最大的社交媒体Facebook 就现在改名成Meta的Facebook 之前也有筹备过互联网的项目Liber 但由于种种法规上的原因 后来放弃了这个项目 同样Telegram也在早期的时候 就开始介入了Web3区块链领域的探索 他们就成立了TonWeb3区块链的项目 Telegram这些点对点的散户 是有非常明显的支付上的需求 它也为Web3项目提供了非常理想的转化的群体 Telegram的这些特点在Web3领域 提供了极大的获取用户的优势 在几天之后就要上市币安的Nordcoin 它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迅速在Telegram用户当中获得了极高的流行度 基于Telegram的社交点击类游戏 Nordcoin让玩家可以通过简单的点击 赚取游戏内的货币 这种互动性非常强 异于上手 让原本Web2的这些传统的用户 没有任何技术门槛的情况下 就获得了所谓的加密货币 据报道 Nordcoin在短短几个月内 参与者就超过了3500万 这个是任何一个原生于Web3世界的项目 难以企及的这样一个运户群体 这也是因为它的背靠了 Telegram目前9亿多的阅读日活 这样一个背景 其实Nordcoin它是一款利用Telegram的机器人 因为Telegram上面的各种应用 都是以lobal机器人的形式存在的 原本就安装了Telegram 交入软件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击影片上方的小气泡 直接链接激活机器人 非常的方便 它原本是通过手机屏幕来无脑的点击 就可以获得Nordcoin积分 并且换取到代币 这也是为什么这1000多亿的代币 在这短短的这些时间段内 就可以分发给一些用户 当然这1000多亿当中 好像有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从币安的研报里面就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是给项目方的团队 当然有绝大多份 超过60%以上 是通过这样短短几个月点击 分发给所有的这些超过3500万名用户 如果你在打开这个机器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目前挖矿周期已经结束了 现在正在等待下一个阶段 它叫rabbit hole兔子洞代号 我们也不知道兔子洞这个游戏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 只能期待一下 币安作为交易所也非常喜欢 这样能够拓展吸收到 原本web2世界的这些用户的项目 所以代币就成为币安的54个 launch pool的代币项目 Bnb和fdusd的持有者 可以在这样一个三天的挖币周期内 免费的获得这样的代币 如果你没有参与之前的游戏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代币 当然其他的这些顶级交易所 也将加密货币纳入到了 他们的交易市场里面 包括在5月13日和币安同时 okx的jumpstar 也是类似于launch pool的这样一个平台 也可以进行新币挖矿的这种活动 在5月16日的时候 在bybit现货市场上面 也会上线Nordcoin 我们从币安的toyn对usdt的k线图上 可以看到 币安是在今年3月1日的时候 才上线toyn这个代币 这里面有明显两个拉伸的时间节点 一个是在4月4号到4月5号的时候 我在香港的web3区块链现场 toyn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内容的发布 我也发了twitter说是一个财富密码 我发了三张图 第一张图是我在香港2024年的web3的峰会上面 toyn团队的这样一个发布会的现场 第二个就是隔天之后 就有比较大的toyn代币的拉伸 然后发了一张k线图 第三张图是晚上我们在酒吧里面进行庆祝的 之后是跟比特币一样 这次来到了一个小的熊市周期 比特币一度跌到了58000 toyn也在5月2日的时候 来到了阶段性的新地是在4.6 5月份的时候 因为有不断的nordcoin 这些消息的流出 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 现在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接近7块 现在围绕着nordcoin的上市 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toyn币种就是nordcoin的母币 可能会继续迎来一些反弹 多数的平台它是要求 投资者是用toyn代币来换取nordcoin 例如okx的用户 他需要用toyn来质押存储 来免费的获得nordcoin的奖励 这和币安用BNB略有差别 当然以上这观点竟是我个人的猜测 并不能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 毕竟它现在也要接近历史的 这样一个高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是阿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每个人口袋里面的加密世界